接下来请看第17题 它说这个式子 这个多项式很长的这个多项式 与下列哪一个式子相同 事实上它就是要你化简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题目 基本上这个题目分成三段 这两个相乘这是第一段 这两个相乘就是第二个部分 最后呢这两个相乘是第三个部分 那这个怎么化简呢 我们这个题目呢 可以先从前面两个 来化简 把它呢这两个呢都有这个3x加2 所以呢我们把3x加2呢把它提出 剩下多少呢 剩下-x6次方加3x5次方 加上-2x6次方加x5次方 那最后一个还没动到的 我们先把它照抄 3x6次方 3x6次方-4x5次方 好前面这里呢 前面这里就等于3x加2 乘上把括号都去掉 因为这是正的就直接照抄就好了 剩下-2x6次方 加上-2x6次方加x5次方 同样的呢 后面那些没有动到呢 暂时还是先照抄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3x加2不要变 这里呢 负x6次方-2x6次方 等于负3x6次方 3x5次方加一个x5次方 这个等于 3个加一个 4个x5次方 好 再跟后面加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两个 剩下这两个 有没有东西可以提出来呢 其实乍看之下 好像是没有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 这个小动作之后 它就有可以提出来的 这个东西了 请看这两项 这两个括号 -3x6次方加4x5次方 跟3x6次方-4x5次方 所以我们把前面这个括号呢 把它负号呢 把它提出来 提到最前面 3x加2照抄 负号提出来之后 记得里面要变好 变成3x6次方-4x5次方 后面这个呢 x加1还是照抄 然后呢 这个3x6次方-4x5次方 这时候请看橘色的地方 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提到最前面 剩下多少呢 剩下负的 3x加2 加上x加1 最后把这个中括号里面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变成呢 -3x 把负号乘进去 -3x 负正得负 -2 加x 加1 最后就等于 3底下 3x6次方-4x5次方 乘上-2x -1 好 可是问题是选不到答案 选不到答案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要再想办法 把它做一些小动作 请看前面这个呢 这个不用变了 因为大家都有 后面这个把负号提出来 提到最前面 负号提出来 记得里面要变号 变成2x 然后负提出来变成正2x加1 最后的答案 就是负的3x6次方 减4x5次方 乘上2x加1 所以答案选哪一个呢 答案选C